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啊 没错啊 讲到这个我就有气了 日本人说 钓鱼台列宇是无主地 没有人住 不知道是谁的 所以他们先战先营 根本是完全错误嘛 什么是无主地 先战先营啊 钓鱼台虽然是无人居住的岛 但并不是没有主人耶 所以不是无主地 钓鱼台的主人就是我们 所以钓鱼台是我们的岛屿啊 日本人当初是偷偷趁我们不注意 切战钓鱼台的啊 嗯 没错 日本是切战钓鱼台 不是先战 先战是国际法的用词 没有主人的无主地 可以先战不违法 但是啊 钓鱼台列宇本来就是我们的国土 不是无主地 日本啊 不是先战 那是切战 嘿啊 所以哦 你们要牢牢记住 钓鱼台列宇是我们的 虽然以前岛上没有住人 是无人岛 但不是无主地哦 任何人都不可以切战不还啦 小东老师 那日本是什么时候 切战钓鱼台的呢 哦 在清朝末年 因为蜻蜓腐败 让日本有机可乘 起初啊 日本一度想登岛勘察 设立日本国的标志 直接切战钓鱼台 但是 因为当时的上海申报 有一则新闻报道 日本有切战钓鱼台的意图 提醒这件事 日本才临时打退堂鼓 这就是当时的新闻 上海申报的台岛警信 我看 哦 怎么可以这样 哦 日本切战钓鱼台的企图哦 确实是有机可循啊 嗯 没错 1885年10月 外务省工信局长 潜田德泽 致外务卿锦上新的签条 清楚证明 日方知晓钓鱼台猎羽属于清朝 为台湾的附属岛屿 日本对钓鱼台猎羽的主张及行径就是切战 当时 日本政府的机密文件就有提到 切战钓鱼台这件事 机密文件叙述 暂时不要碰清朝所属的台湾地方的岛屿 以免引起日本跟清朝的外交问题 另一份日本的机密文件更特别交代 地方官员说 切战钓鱼台要慢慢来 偷偷做 不要在公开官方文件和报纸上记载 哼 真是过分 但是 日本那时候不是没有去钓鱼台登岛勘察吗 那他们凭什么说钓鱼台是无主地 可以先债 嗯 你真聪明 说得真对 日本那时候确实没有登上钓鱼台猎羽去勘察过 日本是1895年偷偷地把钓鱼台猎羽纳入日本的冲绳县管辖 但是 日本政府的机密文件有明白的记载 从1885到1895年 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实地勘察过钓鱼台猎羽 所以 日本是切战了我们的钓鱼台猎羽咯 没错 钓鱼台猎羽是无人岛 不是无主地 日本切战钓鱼台却想用国际法的无主地可以合法先站来遮掩它的切战行为 在法理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本身的道路 国家的資料